疫情严峻冲击社福团体募款 若是家庭也缺乏物资救济 为此有明代结合地方公庙捐赠 共3000斤的白米和2000包面条 给食物银行和家福中心等社福单位 希望若是家庭能平安度过疫情 也有足够的防疫物资补充 众人一起上香祈福 祈求疫情早日消退 疫情冲击社福团体募款 若是家庭也缺乏物资救济 有明代结合地方公庙捐赠白米和面条 给15个社福单位 我们还有很多单位的原住民 食物银行以及家福中心 以及各里区的慈善团体 大家共同来共襄政局 能够把官地的慈爱 这个平安带给大家 我们后车楼总共买了150包的白米 捐赠给若是团体 还有高山里面的原住民同胞 希望他们有个快乐的母亲节 祝他们早日脱离疫情严重 赶快恢复正常的工作 这一次将发放3000斤白米和2000包面条 给中部地区各政府单位 再转送到若是户手中 希望帮助若是户平安度过疫情 有足够的防疫物资 那白米有一公斤的有200包 然后面条有100包 那这些有经过我们官圣地区的祝福的这些面条跟白米 其实让我们这些受住的家庭可以在这波疫情之下 有一个这样很平安的一个米 很平安的一个面条 那其实让我们的孩子跟家长 在这样一个身心的一个紧绷的一个过程里面 吃着有祝福的平安米跟面条 其实大家更有勇气 更有力量能够度过这波疫情 明代现场发放康乃馨 感谢母亲守护孩童健康 也希望若是户能感受社会温暖 大家一起挺过疫情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